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印尼今天举行大选 超过两亿的选民将会投选出新一任正副总统的国会议 还有国会议员 这场印尼大选也被形容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 这是印尼十年里第一次总统更迭 国际都在关注 这次有关东南亚局势的选举 会不会打破印尼在中美之间保持的微妙平衡 对中国政策又是否出现变化 那美国之音在一篇评论当中就指出 这次印尼总统选举有关中美在东南亚日益升高的对抗 同时东盟国家之一的菲律宾 他们在2022年在小马克思接任总统之后 菲律宾在外交政策上大转弯 它跟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那印尼过去十年来 在现任总统所可谓的领导下 它跟中国是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的 那好了 这次选举一共有三组的候选人 角逐正副总统大位 而由印尼现任国防部长普拉伯沃 跟左科威长子吉伯朗的搭档组合 无论是选前的民调 还是投票后的快速计票结果 目前的支持率排名都是领先对手 有望跨过当选的门槛 在首轮投票当中就直接胜出 在印尼的选举制度下 如果第一轮投票没有人获得50% 也就是过半的得票率 那获得最高票的前两名总统候选人 就必须要在6月进行第二轮的投票 由于宪法规定 印尼现任总统左科威 从2014年开始执政之后 已经连任两届 无法再次参选了 过去10年来 在左科威的领导下 印尼稳步发展 深受民众欢迎的这个总统呢 在国际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这次的大选结果 其实关乎着左科威的政治遗产 能否延续下去 其中包括多项 跟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 像是亚万高铁的延伸计划 美联社的分析报导指出 左科威政府的外交政策 一向避免在中美强国之间选边站 在跟美国保持防务合作的同时 也欢迎中国投资 分析指出 普拉伯沃将自己定位成 左科威的接班人 他主张印尼跟中国的关系 应该要像兄弟一样 以维持区域 还有全球的和平稳定 他更称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 对世界跟印尼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那如果普拉伯沃胜出 毫无悬念 将会跟中国维持良好关系 继续推动左科威政府 跟中国合作的政策 至于另外一名同属执政党的 民主斗争党候选人 甘贾尔 同样被认为 可能依循比较亲中的路线 那他在担任中爪哇省长期间 中国曾经对当地制造业城镇 进行巨额投资 不过另一位候选人 前雅加达省长阿尼斯 曾经在美国求学多年 近期跟欧美各国的关系 更为密切 他主张要改变当前政府的政策 而今天早上三名候选人 先后完成了投票程序 预料今天晚上会有初步选举的结果 今天是印尼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投票日 各县市与省份的投票所 从早上七点开放投票到下午一点关闭 有六个小时的投票时间 监票官与工作人员一早便做好准备 再三检查投票箱 等待选民的到来 在最新民调中备受看好的普拉伯沃 今天早上身穿标志性的浅蓝色衬衫 到西爪哇省的汉巴郎投票 另外两名总统候选人 甘甲和阿尼斯 则个别在三宝龙市以及贸物市投票 三人全程在面对媒体镜头时 都表现得从容淡定 并表示会耐心等待选举结果 不过今天的印尼大选却碰上天不纵美 在投票开始前下了一场雷雨 导致部分地区淹水 根据X平台上的画面显示 当地一些偏远村庄的村民 因为洪水来袭 无法到投票站去投票 当局只好紧急出动扶水艇 协助村民转移物资 还有小孩在住家前的马路上 嬉闹玩水 水灾导致雅加达和爪哇部分地区 投票进度缓慢 官员们也被迫将选票及票箱 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